花莲縣政府在6月14號、15號連續兩天 在花蓮的東大門夜市旁的大草坪 辦理沙沙日常音樂會還有市集活動 由原住民樂團陪你度過夏日炎炎的午後時光 不僅可以欣賞到精彩的音樂表演 還可以就親朋好友 一同享受在草地野餐的樂趣 在週末午後共同譜出寫下屬於大家一起的美好夏日回憶 花蓮縣政府已經這麼顯示出在6月14號和15號晚間連續兩天 在花蓮東大門夜市大草坪 辦理沙沙日常音樂會和市集活動 15號的演出相當的精彩 一兩人樂團由主唱利爾巴奈以及阿美族樂曲 配合吉他手劉善宇的悠遊和和聲 讓現場擁有無比的知心力量 頂達另外一個音樂的層次 第二組由吳立揚小畢與善宇共同獨唱的音樂風格 為今年小畢即將推出的新專輯做出精彩的預演 是一場令人期待的音樂之夜 共同享受音樂帶來的愉悅和感動 花蓮縣政府每月舉辦的撒下日常音樂會 6月14號、6月15號是由古曼樂團、HNL、一兩人 及Lite等四個樂團精彩的演出 現場還有活舞表演、植物欄的手作體驗、手工藝品 讓觀眾不僅在聽覺上享受音樂 也在視覺和觸覺上獲得全新的音樂體驗 7月26號、27號讓我們相約在撒下日常音樂會 支持花蓮在地的原住民歌手來現場 盡情享受音樂的魅力 原住民形成處部落經濟科科長周傳人表示 由花蓮縣府舉辦的撒下日常音樂會和試協活動 再提供一個專業舞台讓在地原創歌手 有機會展現獨特的音樂風格以及創作特色 並且透過這次活動有機會向外發展 花蓮在地多元的音樂創作能量 並且提供公開的機會 清了的創作人們 促進在地原住民音樂產業發展 為這些創作者注入更多的力量 這次是中文化師父道